大家好我是花子 前几天把猪杀了 今天我们要做那个腊肉了 先把这个切成一条一条的 腊肉大家都吃过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这个腊肉 然后等下用盐撒在上面 放几天 今天这个猪不是很大 我们才买回来养了几个月 但是也够我们吃到过年以后了 现在切好了之后把它穿起来 好进行 继续的一碗盐 1分钟 1分钟 好弱 2分 day 1分钟 2分钟 1分钟 3分钟 1分钟 1分钟 最后一块了 现在盖上然后三天之后呢 就可以拿出来熟了 我们要把这个肉拿出来了 已经腌了好几天了 放到我们那个厨房里面 这下面就是我们平时煮火锅烤火的地方 放在这上面要烤20天三个月 然后下面的火烤的那个油 那个油一直往下面滴滴在那个碳上面 在前几年做的那个腊肠 这个腊肉和腊肠已经挂好了 到时候再过半个月以上就可以吃了 到时候我会给粉丝们一点小福利 大家那边那个腊肉是怎么做的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欢子TV 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原生饭的农村生活 想看更多农村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TV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